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我們今天會繼續跟大家說 跟阿富汗相關的話題 在這個重要的阿富汗陷落的時刻 其實比想像中快得很重要 在一兩日之前的新聞還在說 就是克布爾可能在未來幾個月 未來一段短的時間 幾十天就可能會崩潰 其實只是說兩三天的時間 竟然克布爾已經崩潰 總統府也被人攻陷了 整個情況 就是使得全美上下 基本上一致露尿拜登 拜登本人這一刻極度深潛 不願意回應 以及繼續面對這個 就是阿富汗潰敗的事實 連CNN也忍不住狂插布林肯 說拜登政府在 逃避撤軍 造成的一個嚴重的失誤問題 正如上一節所說 其實拜登政府 拜登當政 會出現這樣的事 其實正是 不要說是符合我們所想 但是 符合我們會預測 實際上大家 批評拜登這麼厲害 說他對敵軟弱無力 這次這件事只不過是印證了 大家對拜登的看法根本一點也沒有錯 不過可憐的是阿富汗人民 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假如如果不是拜登真的那麼軟弱 怎麽會造成這樣的事呢 全美上下就是一大堆政客 這個時候 叫他們政客也沒有錯 因為現在就是在野 不是現任官員 出來露斥拜登 包括 大家這個時候真的應該會想起一些鷹派分子 大家就會想起這個 前國務卿 蓬佩奧 蓬佩奧也忍不住出來 一定要抽水了 如果我還是現在的現任國務卿 如果特朗普還是現在的總統的話 我們一定就會令到塔利班 付出 沉重的代價 這件事 我不認為他們說的是港字 實際上他們在中東 禁制攻擊恐怖分子 基本上就是絕對 不會手軟 真的說打就打 想也不用想 假如如果現在他們坐鎮在指揮 美軍撤退了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事 我亦相信他們要調動 再派出部隊 對這個恐怖分子 所謂塔利班進行 斬首行動 又或者是進行突擊 他們真的會做的 這個絕對是會阻止到對方的勢頭 大家都知道這個打仗跟打一場球差不多 你阻止了對方的攻擊 對方阻斷了幾次之後 就會打斷了他的節奏 現在很可惜 整場阿富汗的戰爭 就是沒有一個打斷對方 勢如破竹 反而政府軍 完全是潰敗式的崩盤 完全沒有辦法鎮守到一個重陣 然後就是進行一個反擊 想不到連總統也走路 不面對這個事實 一個 訓練了十幾二十萬軍隊 幾十萬軍隊的一個國家 竟然到最後左膠上身 說不願意看到這個地方被毀滅 拋棄自己在鎮守的職責 逃離了這個地方 這個真的可以說得上 賣阿富汗的表表者 現任總統 前總統才對 現在已經不是總統了 這個可以說得上是阿富汗的罪人 你作為政府的最高統帥 就像台灣馬英九 前總統那樣 你學人在做賣台的行為 你是三軍統帥 你是有責任鎮守這個國家 你竟然是 即是快要陷落的時候 竟然率先自己走 說不願意看到這裏流血 你不願意看到這裏流血 你當初就成立了 這個政府做甚麼 你又見軍 那你那麼多部隊做甚麼呢 我發現這個世界 大家不要開玩笑 有班人真的是阻毒上身 覺得自己很威風 避免血流成河 塔利班在這裏 肆意殺人的時候 又不見你去制止 說到自己大仁大義 那麼大仁大義 那麼你一開始就不要跟塔利班作對啦 邊境部隊 跟他作對 邊境地方 鄉村 不同的小鎮 跟塔利班作對的時候 那麼沒有平均死傷嗎 這些時候 疏忽職守 善離職守 器械投降 有事總統自己先走 這些不是賣國是甚麼 網上有很多聲音說 看看台灣如果是這樣 台灣立即腳震 美國會幫拖 美國也不知道會不會幫拖 可以預計台灣一被人攻擊就會 潰敗 有幾個 幾點要回應這種說法 首先第一 台灣現在鎮守台灣 自己 是台灣自己的國軍 不是美軍的部隊 美軍雖然有部隊在台灣 但是美軍 不是負責鎮守著台灣的 現在鎮守台灣的 是台灣的國軍 台灣自己有部隊的 台灣有自己的國軍的 五毛先生 不要亂說 不過又說分兩頭 如果我是台灣 真的會有一點腳震 因為你現在是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是不是真的會出手 令人誠疑 難怪蓬佩奧 特朗普 所有的人 大量的共和黨的議員 都出來譴責拜登 基本上拜登政府現在是任由這個恐怖主義 繼續取得勝利 一眾的議員出來也忍不住 連彭斯 也忍不住要奉拜登 說他撤兵 基本上就是一件大錯特錯的事 連波羅西也出來說 佩洛西也出來說 佩洛西說 就是關注這件事 擔心阿富汗的女性權益 這班人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你那麼關心阿富汗的女權權益 你就麻煩你拿把刀含著拜登 去出兵 打回阿富汗回來吧 這班人就是這樣 看清楚 佩洛西 你說 蓬佩奧特朗普出來所謂抽水 他們抽得有道理 因為如果他們當過權 又說過事 如果他們現在在任的話 他們要調動軍隊 馬上把阿富汗打回來 一點問題也沒有 你偏偏 這班 這班這樣的左膠 就是害死阿富汗 還出來說風涼話 其實這些是風涼話來的 你用過甚麼 你用過甚麼 去捍衛阿富汗的女性權益 是沒有的 這班人 就是有一種浪漫主義 說自己愛好和平 捍衛權利 到最後 明明自己有武力在手 就是放棄 跟著就是任由自己的盟友 任由這個世界的人 被他們的敵人 這班人說話那種難聽 跟 某些所謂的左膠 說話那種難聽 嘴巴 經常說自己主張和平 愛好和平 你怎麼捍衛普通人 完全說不到 你怎麼制止塔利班暴行 完全說不到 你姑息一個 這樣的 姑息所謂恐怖分子 甚至乎姑息納粹 進行大屠殺 你做的事 你比 我需要 所謂什麼主張暴力 根本一點也不是什麼主張暴力 用武力去為自己防守 保護國家 保護自己 自衛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 我們整件事就見證著拜登政府和一大堆 美國左膠 還有這個世界上還是充滿左膠 見證著他們繼續嘴巴說話漂亮 實際上甚麼都不做 難怪特朗普和蓬佩奧會出來說 如果我還繼續在這裏 他們還有沒有那麼兇 大家好像過了 尤其是美國人 不關香港的事 過了年多 特朗普拿來了 也不夠一年了 大家好像已經忘記了他們 已經忘記了蓬佩奧 蓬佩奧所以也難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懷念一下我也可以 如果蓬佩奧在任 立即出MQ9 好像以色列那樣 你隨便對 塔利班的指揮官做兩三個斬首行動 你看看他們還有沒有那麼兇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出兩三次無人機已經搞定了 偏偏就是 拜登現政府 看著 整個阿富汗 整個陷落 整件事 令到五毛小粉紅出來說美國靠不住 這個說法 難以駁斥他 是因為拜登政府 真的靠不住 還有波羅西那些粉人 還出來擔心女性權益 你那麼擔心 派兵過去吧 你說這班左膠多虛偽 其實真的是受救他們說的話 各位 他們出來每次都經常說 關心權益 他們真的是關心而已 問他們有甚麼行動 去做 為甚麼 為甚麼行動 一定是比你的說字更加重要 就是因為說 永遠都最好聽 是吧 蓬佩奧和特朗普都是有說話 有說話不是只有說字 兩件事 有提出主張 跟著去實踐 這不是只有說字 只有說字 只有說字是真的天天叫 怎麼擔心女性權益 捍衛人權 但實際上 每當 要行動的時候 他們投反對票 明不明白的分別 有些人就刻意偷換概念 我們可以深信 如果特朗普在位 蓬佩奧現在在位 他們也不是出來發一個Twitter 那麼簡單 他們真的會去贊成 國防部 贊成美軍調動 贊成他們去出動 甚至是指揮行動 甚至是指揮行動 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一直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嘴巴上面的東西都好像很強硬 嘴巴好像很強硬 實際上要做的時候 他就說不定 這個就是個分別 全美露斥拜登沒有露斥錯 又一次 民主黨左膠政府 令到他的盟友近乎 徹底崩潰 這個只不過是印證了大家 這一年以來 就是對美國民主黨的評論 證明大家其實一點也沒有看錯 現在 去證實這件事 大家沒有 猜錯拜登政府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社交媒體share我們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無限度大發播放 這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裡 拜拜